hiho大家好我是主泰 那今天的影片算是要來分享一點 算是比較感慨的事情 就 大家還記得就是 前一陣子有出一個 還蠻強的隊列嘛 叫做那個 易經雲返 那這個隊列幾乎就是 以目前來講就是 最強的隊列 就是他給的屬性非常的多 然後 再來近期的活動又出了就是 大家應該都知道海上奪寶這東西吧 然後他的兌換商店其實你可以看到有 很強很強的那個 程式裝 應該說是程式裝飾啦 程式的裝飾 你可以發現這次的雲起之進 他整體的使用屬性跟 用有的屬性完全是超級超級超模的那一種 然後就算 不看那個啦就是 下面的這兩個炎雲之笑 以及我們的那個 那個 註戀之眼 這兩個其實 以 程式的那個裝飾來講都是屬於 很強的那一種 然後 風雨之進 是一個完全超模的東西 那但是 以我多年玩遊戲的經驗就是說 當一個遊戲 就是 出這種超模的東西成為常態性的時候 對這個遊戲的傷害我覺得是 非常非常大的 就是 你自己 如果你是有比較常在接觸就是 就是可能各種線上遊戲還是 反正就是 遊戲玩的比較久的 你都會發現就是說 當一個遊戲開始出現很超模的東西 而且是越來越頻繁的時候 這個遊戲反而 就是他能支撐的時間反而會更 短啦 會更短 所以 對於這個東西出來 我是覺得 有點擔憂啦 是真的有點擔憂 就是這個東西雖然強雖強 但是 對於遊戲整體的環境 我是覺得 抱持一個 很危險的心態啦 我是真的抱持一個很危險的心態 然後 再來呢 就是 這個海上奪寶的活動 其實就是很多的活動的變體 就是合作活動之前都有那種 呃 反正就是要你課金然後打傷害 但是 其實之前官方也有一個 一種 類似的活動 就是有一種類似的活動 也是 呃 他那個活動 印象中應該叫做搶灘啦 就是 呃 玩這個遊戲玩的比較久的玩家 可能就是 你是這個遊戲 剛開服沒多久玩的人 應該都會 有印象中 之前就是 也有類似這種活動 然後就是不斷的打傷害 然後 當時 比較好的點是說 那個 飛彈啊 不像現在都要課金 那個時候的飛彈 其實你只要去刷野怪 就能刷到 所以那個時候幾乎就是 可以說是人人有獎啦 然後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 官方有開放一個 城市外觀 然後他就是搭配那個 搶灘的活動 然後只要其實你有 呃 就是 就算你是無課玩家啦 只要你有去規劃 你去刷野怪的那個 時間啊 次數 只要你夠頻繁 其實你是能 換到那個 城市裝扮的 然後如果是 課長級的 就是 你就是可以透過課金去 課那個飛彈嘛 就是 相對來說就是 大家人人有獎 只是課長可以 縮短時間 就是取得那個獎勵的 時間可以比較快一點 那像這種 活動我就會覺得還蠻不錯的原因 就是因為大家都可以拿到 只是沒有花錢的人 可能是需要稍微 花多一點時間去農 那這樣就很不錯啊 因為畢竟是 人人有獎嘛 但是 現在活動已經變成說 全部的活動幾乎全部都要課金 全部都要課金 然後東西又越來越超模 所以我對於 呃 目前遊戲的環境 我是 蠻堪憂的啦 就是 你在出英雄裝備的時候 就已經退坑一大堆人了 然後如果你接下來 出東西就是 瘋狂的出那種超級超模的 裝扮啊 對列啊 甚至是城堡 那這整個遊戲可能真的會 整個直接就走下坡啦 就去了啦 就是感覺你們好像沒有想要 很長期經營這個遊戲 你們其實自己去翻閱 就是各式各樣的線上遊戲 應該都會看到 只要過於超模的東西 一定都會被罵翻 真的一定都會被罵翻 所以 這個真的就是我的感慨啦 就是覺得說官方為什麼 不太願意去出那種 我知道賺錢是 呃 當然就是每個公司 就是想要賺錢 就一定就是他們 最主要的目的嘛 那但是有時候 你也需要稍微就是 你也不要全部的活動 就是以賺錢為取向 你也稍微出一點就是 讓無課或微課玩家 可以透過就是 花費較長的時間來取得啦 然後像這一次的話 你們有在那個兌換商店裡面 又有多擺放那個 雲端數據館 我就覺得這個就很好嘛 就是你可以讓一些沒有拿到的人 可以就是 有時間去拼這個城堡 那像這個活 就是 像這件事情我就會給予讚許啦 啊只是 最近出的這種超模的東西 我就會覺得 有點不太妙啦 有點不太妙 那 聊完了這個之後 其實 呃近期 其實 我們的城池 你可以翻到就是 我們的最右下角 就是開始有要開放一個 新的區域啦 那 什麼時候會開放這個區域 不清楚 然後也不知道能不能 作為海軍的海域啦 目前是不清楚 所以就是我們自己就是 期待一下啦 期待一下就是 目前有 有要開放新的區域的那個 就是這個活動正在預備啦 所以我們可以期待一下 到時候他們 右下角 到底會開放什麼東西 然後你們可以自己來看啦 就是有一些東西 有偷偷的露出來了 然後 上一支影片 其實我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的 夏日海灘大作戰 會 攻擊人會損兵嘛 然後官方其實已經有 修正這個問題了 所以就變成說 這個活動就是盡量多多的參與 然後只是 官方這一次 安排的時間 沒有那麼好 就是說 在打夏日海灘大作戰的時候 又會撞到我們的 我們的跨戰區天梯戰 然後又會那個 撞到我們的奪寶騎兵 所以我覺得 官方下次如果再安排這種活動 我覺得要很注意 因為你讓一次三個活動 全部都撞在同一天 這樣的話 就比如說 因為我們大家其實 大部分城堡都有那個技能要開嘛 那我們到底應該在 什麼樣的活動開 我們就變成說我們要去做取捨 我們就變成說我們要去做取捨 那如果我們今天 在那個 在海灘把技能全部開完了 那我們是不是接下來的跨戰區就不好打了 那甚至是如果我們 選擇不在海灘開技能 那我們是不是 就是那個 接下來那個 應該說海灘不好打 然後跨戰區可能會稍微好打一點 那就變成說我們需要去從這兩個活動去 那個 做取捨 然後海灘大作戰還跟奪寶騎兵的活動 給撞到 就變成說 我們到底是要去奪寶還是要海灘大作戰 所以 這個東西 我覺得官方下次在 活動排成的時候 其實要稍微 注意一下 你讓三個 活動全部 撞在一起 這樣對玩家來說會有點 難於去取捨 就是說 他們到底要選哪一個 當然就是個人去 自己去做選擇 看你是要以 跨戰區為主 還是要以海灘大作戰為主 這個活動我覺得 這個東西我真的覺得 這次官方沒有安排好 你讓三個活動 撞在一起 然後 還有什麼 喔對 就是官方已經有優化了 所以 關於開城市技能這一點 我覺得就 要嘛看你們聯盟怎麼安排 要嘛就是看你自己想要 在什麼時候 拼盡全力去打 就是開技能就自己去做決定 然後 這個活動可以多打 然後那個什麼 這個活動已經接近尾聲 所以這個我講有點晚了 就是說 在住房的時候 就是你可以先開技能 因為這些技能 全部都開起來 它其實是會保留在你的住房裡面 只要你不去調 這些就是 技能啊 真意道具跟英雄技能 全部都會保留在 你當初送出去的狀態 所以 在住房階段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就是 全開技能 真意道具還有英雄技能 全部開完之後 送進去熟成 然後它的數值就會停留在 你送出去的狀態 所以 下一次 下一次有類似的活動的話 有需要住房的時候 就是 開技能 可以先開然後再送進去 防守 我可以給你們看 像我自己 本身的那個 目前的那個出兵數就是 179 然後我是開完所有技能 然後才送進去 所以 你能看到現在 在裡面的士兵是189 它就是固定在裡面 所以 下次有類似這種活動的時候 比如說 也不用下一次 甚至是跨戰區 跨戰區的那個 跨戰區的那個 守成部隊 以及就是這個 你都可以先開完技能 然後再把你的防守部隊 給放進去 這樣你的 到時候的戰鬥表現 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你隔天的時候 可以再開一次技能 就等於是說 你就是以你的 全力去 參加這個活動 只是這一次就比較可惜 就是會撞到其他活動這樣 然後以上就是我這部影片全部的內容 我還是建議你們 能夠多參與就參與 因為 這一次的獎勵還算不錯 就是 不只是 個人排名 然後還有聯盟排名的獎勵 然後甚至是你們的那個 小組排名的獎勵 小組排名獎勵 都很不錯 所以我 會建議就是多參加這個活動 那 以上就是我這部影片全部的內容 就是跟大家稍微 聊一下 我目前的擔憂 以及就是 就是近期的活動的優化 那如果你覺得對你有所幫助 的話也歡迎幫我按讚 訂閱跟分享 那我們就 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